国内许多校长投入信台数十年之后 纷纷来到法定退休年龄 全国校长职工会的理事成员也相继离开 想要找到接班人也不容易 因为规章产名 持有大学资格的校长 不能出任职工会要职 由鉴于此 人力资源部受促修改相关不合时宜的规定 避免职工会因为人去楼空 已解散收场 全国校长协会批力分会主席陈志明 今天在批力校长协会的教育研讨会上至此时指出 根据规章 所有具备大学资格的校长 都不能在校长职工会担任要职 而单是在批力分会 当前的13名理事都会相继退休 离开信坛 随着理事人数减少 职工会批力分会可能将面临解散的窘境 有鉴于此 职工会已经在2021年 向社团注册局申请 成立了当前的全国华小校长协会 作为校长职工会要职的候补 相关协会也已经要求人力资源部修改规章 让有大学资格的校长担任职工会要职 人资部目前还有待批准 如果是人数不足将会面临解散 所以我们就选择就是成立了这个协会 当作是一个后备 不然就会自动解散 陈志明也在研讨会上促请当局恢复都学的角色 他说在架构重组之后 原本每20所学校就有一名都学的制度已不复存在 而都学在掌握学校发展和问题层面上至关重要 因此霹雳分会要求当局考虑重启都学制度 另一边乡 霹雳州教育局主任穆哈默法兹至此时点出 当今的灵魂工程师 务必以发掘每一位学生潜能为执教方针 而非盲目追求全科A等 最新的方程式应该是有A、B和C 也就是品学兼优 因为它就被研究了A、B、C 孩子的健康更健康 我们开始做健康的健康 如果健康的健康就已经在做健康 那么容易我们给予了教育的健康 成为学生的健康 但是有很多学生的健康 但是不健康 但是平常的学生的健康会成为健康 师资课题方面 穆哈默法兹透露 国内有不少教师申请提早退休 霹雳州也不例外 但情况依然受控 教育部将动用所有资源 确保各校行政正常运作